刚刚讲到现在整个中美双方已经开始分手了 已经切八段了 已经各走各的阳关道了 各走各的阳关道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了 这个对中国来讲没有想到造成非常致命的打击 现在刚刚讲这个时间进到了九月 应该去各个工厂加紧赶工去准备美国的Christmas的这个假期 可是我们去看到长三角 珠三角 门客罗雀 没错 但国际媒体这个日经亚洲的这个报道里面 他就讲他说他以一个东莞为例 他说东莞目前为止来说五到十月是传统的这个旺季 但目前为止他去采访所有人都跟你讲 今年的旺季几乎是完全没有旺季 旺季不旺了 对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说说譬如说以七月份来讲 七月份的中国出口减少了14.5% 所以到底说七月份开始进入旺季 然后他说对美国的出口年比大概降了23% 对欧盟下降了20% 也就是说对欧洲跟美国大幅的下滑了一个状况 那我们讲最惨的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 这画面都告诉你说 目前为止这个中国的世界工厂所在地 东莞真的是门可罗雀的一个状况 没人了 对 你看这个在这个长坪产业区这个地方 这个下班时间照理说过去一段时间保险 因为我也去过这个地方 过去上下班时间 这些全部都是人 等公车的啦或是开车的一大堆 但现在你看 他公车停下来居然没有人上 没人 没人上这个站 另外除了什么 在这个广东火车站这个地方 过去一段时间这个时候 因为为什么 现在要招农民工的时候 这时候都是高价 你知道过去如果 假设这个一小时12块 现在15块 但是现在为止 根本没人 没人 连要招工都没有人 农民工都没有人来 你就知道这是一个缩影 另外什么你看 这是 以前曾经讲过 在这个时间点 广州火车站 对 连苍蝇都挤不进来 而且那时候 你如果连农民工 你要睡觉都没地方可以睡 你要挤到很多地方去 好那现在 连这个东莞的一个工业区 现在照处都是照边 你看 招这个工人 那你看连周边的这个 这个相关的这个食品街 都没有人 那甚至这是 全部都在招租 对 非常知名的这个鞋厂 到目前为止 他说也都是冷清了一个画面 所以告诉你 世界工厂的东莞 真的完全已经 瓦解了一个状态了 而且我们今天看到 一条新闻 把我给吓坏了 居然在中国 有一个医学院 对 医学院不是说 在台湾很吃香 在中国也是顶尖的人 才有办法去念医学院 就他们到了第一学院 倒不如看了一些照片 我看到 这底下都是垃圾 刚刚刚 银架都还没拆 进到了浴室 你看没有 这个都还没有 死压给都还没有做 对 那你看到了这个房间里面 连这些东西乱七八糟 对 就这是医学院 对 那医学院的学生住在楼上 对 底下都是垃圾 对 那雷蒙多不是说 他说中国房地产很危险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知道 烂尾楼一堆 恒大壁柜一大堆 现在烂尾不是只有烂尾 什么这个所谓 你住了房子 或是烂尾所谓商办 现在连学校宿舍都这个样子 保洁这是什么学校 这是长沙医学院 长沙医学院 长沙医学院在湖南的地位 类似我们台大医院这样 最顶的 就最顶的 这是长沙医学院 对 他们一个学期的学费要四万块 四万块含有这个住宿 就这些学生兴趣 完全傻眼 四万块人民币 我这个这么好的学校 我是人中之隆 人中之风 我来到这个地方 就这个学生 保洁他们学校宿舍 你看这这么脏 这是在学校宿舍拍的 这不是在垃圾厂 对 这真的在学校宿舍 那除了拍到这个之外 你可以看到 这个他们的这个浴室 对 浴室你看 根本就还没做好 还没做好 你看完全都是这样 烂烂的这个样子 那这是走廊 走廊 也是一堆的状况 根本就是没有完工 那你硬要是来 走廊还有一些 拆掉的建材 那好 外面还有银架 摆明了 就是完全没有做好 所以他就说 你看这里面的 这个里面的橙色 也都是乱七八糟 甚至还有学生进去之后 就没想到 居然有这个磁端掉落 酒楼掉下来 扎到这个学生 所以幸好 幸好这个受伤不严重 赶快救过来 不然他就 如果可能会往生 所以他想完蛋了 这怎么会这样 湖南长沙的医学院 医学院居然是 这样的一个状况 一个学期 四万的住宿分 就居然是 如果是四万 那和台比什么 快二十万 我就说 能够在中国念到 长沙医学院的 就是任中冯 任中冯结果搞到这个样子 你看这是 学生从宿舍的门口 走出来一个画面 你说连学校盖的房子 都是烂尾楼 都是烂尾楼 那你知道学校 甚至还有人就说 进去这个学校里面 闻到那种类似甲醛 油漆那个味道 都很刺鼻 然后就觉得 进去里面没多久 都很夹昏头的这个状况 没想到他们都这个样子 结果没想到 他们就说什么 他们学校说 没有啦 因为我们这个 所谓 这个鬼月的关系 我们现在住 最近那个人力不够 所以才这个 完全delay 可是问题是 你如果看这个状况 这绝对不是delay 这可能真的 盖到最后 会变成是烂尾楼的一个状况 所以现在烂尾楼 居然已经变成了一个 中国无法闪躲的现象 最近有一个影片 叫我家住在烂尾楼 一天就有上百万的人 去点阅 那当然 他的下场就是 马上下架 没错 我们看到这个影片 这影片在中国今年 应该是看不到 这叫什么 这叫我家住在烂尾楼 他上架一天的时候 没多久之后 他就已经有百万点阅 但是百万点阅就已经被下架 那他讲什么 他主要在讲 2022 他是2022年拍的 因为有非常多人 都是烂尾楼的状况 所以这个人拍的人 他去采访了非常多的 这个烂尾楼的楼组 譬如说有一个 这个女业组 她说什么 她是2013年就买了房子 2013年买房子 她说小孩子还小 就没想到 小孩子上学的时候 想说有一个房子 就到目前为止 没有房子 他们全家都 2013年到现在10年了 住在13楼的这个茅呸屋 那茅呸屋你看 就是类似这样 没有水没有电 他们还要自己去楼下 拿水拿电 然后他们每天要走来走去 他住在13楼 13楼的话 他说他还有一个这个 67岁的他们老 他们算是老婆婆 对 他要每天爬13楼 67岁 对 那他就说 因为我还要去买东西 什么 他说我今天已经爬四五趟了 而且爬楼梯要带手电筒 对 因为没有电 所以你就知道 这是非常惨的一个状况 甚至还有一个男子 他接受采访 他就说 他六岁 他带了一个小孩 住在这个烂尾楼里面 他说他觉得这个房子 真的非常糟糕 他说 我现在只能够一个人坚持下来 那他小孩子在旁边 你看念书的时候 他还必须要打开灯 让他小孩子在这边念书 晚上根本没有灯 他只能够这样做 那结果他就说 他还幸好我女儿还小 他觉得说住在这种 满地都是杀的房子 还蛮好玩的 可是他都完全笑不出来 那事实上 这绝对不是一个特例 因为现在中国 真的是有太多太多烂尾楼 完全干不下去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才说 我家住在那样的 为什么被禁 因为你不能够说出 现在普遍大家的事实 好 国陈 你每一段时间 你会到中国去做 这个实地的调查采访 这次你到了东莞 真的被你吓到了 以前你到了东莞 刚刚讲的 你到了广州火车站 他讲的 这个时候刚好是要招农民工 所以这时候广州火车站 一定人山人海 有人讲连苍蝇都飞不进来 结果空不一人 而且你现在到了东莞 以前 这个画片 真的工厂里面都是人 结果现在 都是空的 都在招租 去年这个时候 中国的出口还在创历史 新高写下新的记录 而且那时候 圣诞订单是塞得满满的 现在整个圣诞订单 完全跑掉了 一年就没了 如果以现在的状况 现在刚好在东莞市 圣诞订单最好 你看去年的时候 贸易是创新记录 中国是最好的时候 那时候上海封城 照样创新高 那现在完全解封了 解封为什么 人都跑了 完全跑了 没有了 原来订单开始跑掉 很多老板接不到 来自美国的圣诞订单 本来是脚马跑不动 现在人可以慢慢搬走 所以订单慢慢搬走 所以广达跑到泰国 因为HP这些人 苹果要求他到泰国去生产 HP也要求 汇普这些人 泰国越南墨西哥 都跑去东南亚生产 连沃马阿玛龙这些订单通通跑掉 所以现在台商或者是出口的工厂订单少了40% 逃走只是开始因为一直在往外搬 而且更可怕的是 为什么联盟多说美国的商人对中国秩序信心呢 为什么 三年来改变非常大 你一入境的话 而且你说你这一次 你这一次到中国 你过去也常常去中国采访 你还在中国注点过 你说这一次你去中国 你最大的感觉是 有一种窒息的感觉 对 风控无所不在 而且对你的掌控真的是如影随形的 随时都可以掌握你的心中 所以你一入境 你要在中国入境之前 你要先刷健康码 刷健康码你要刷这个东西 你要把所有你的个资完全确定 正确无误的交给中国政府 所以你到了之后 他随时可以通过微信 知道你人现在在哪里 所以你一进到中国 你就要刷一个健康申报码 刷了健康申报码之后 你做任何事情 你去了哪个地方 你买了什么东西 中国都知道 因为刷健康申报码 是用微信去刷的 所以你要先确认 你所有的微信的资料是正确 包括你的财报证号码 包括你的联络人 包括你所有的个资 你都要交给中国政府 而且微信经过三年的发展 它可以清楚地掌握 你人现在在哪里 接下来你付所有的钱 你都在中国已经没有办法 花一毛的现金 我这次一毛现金都花不掉 全部只能用支付宝跟微信 那我没有支付宝 没有微信怎么办呢 你要去刷脸 你要透过刷脸 经过认证之后 你才可以启动这两个东西 所以你脸也被刷了 资料也交给他了 你身上有多少钱 他全部都知道 你到了哪里 花钱花了多少 他完全清清楚楚地掌握 所以我到了中国 我不是说 把我的台报证 或者把我的所谓的 这个手机拿出来 我刷了一个所谓的健康申报码 健康申报码 我在微信上面 所有的资料都有了 另外我一定要去办 支付宝跟微信师傅 然后一个框框 我去扫我的脸 扫我的侧边 左边 扫完了以后 那我当犯人一样 我所有的资料 我付的钱 他都知道了 而且你现在搭火车非常方便 你只要微信支付 刷上你的台报证 买了车票之后 你只要刷脸 你就可以坐高铁了 台湾还要取票 太落后了 不用取票 你只要用台报证 刷到你的脸 他就知道你有买车票 你要去哪里 完全没有车票了 非常的进步 所以比如说我买高铁票 我买高铁票的时候 我还去拿车票 不用了 我走进去 包脸一刷 他就知道我刘宝金 有买车票了 刷你的台报证 加上你的脸 就可以入关了 如果你只刷台报证 没有刷你的脸 请走人工通道 一定要两个一起刷 所以他知道什么 知道你是谁 台报证 你到了哪里 所以他很清楚 知道你是谁 你要去哪里 所以外国人说 我很痛苦 所以为什么 现在外国人本来 难怪雷蒙多讲 你让这个所谓的 美国商人失去了信心了 因为美国商人去了 参加广交会 今天五月不是广交会吗 你一进去 就要交所有的个资 你的所有的钱 都要耍脸才可以用 你所有的个资 都要交给中国政府 交给微信 你怎么敢做嘛 所以2019年 有370万人到中国 现在第一季只有5万人 我现在到广州机场 到厦门机场 看不到什么外国人 你过去到了东莞 你过去到了广州 甚至你过去到了上海 你就会开个满满 满坑满谷的外国人 排队要入镜 没有了 现在看不到外国人 因为大家都怕 所以很多人就会说 我很不习 你真的看不到外国人了 看不到外国人进来 因为外国人会说 我很不习惯 我为什么要申请 你看到这个是 斯洛维尼亚的电影 制作人 他说2019年 他还有花过钱 对不起 这是疫情之钱 现在更加完善了 所有东西都刷码 包括你在路边 司机 师傅载着我们超速 超过50公里 直接刷到你的脸 直接从你微信扣钱 因为你刚才超速了 所以你可以想象 我们的脸全部 我跟他讲 我去买一个煎饼 我去买一个红豆饼 然后我就刷 等一下我就刷个脸 我支付宝就付了 你说我在开车 我开车 随便都有这个摄影机 摄影机以后 我稍稍超50公里 我烧了52公里 啪 刷了一下 微信 罚单就没了 罚单就没了 这么厉害 知道你在哪里 你在路上做什么 我在开车 刷了一下 微信就把我扣款了 对 直接把你的罚单给付掉了 所以中国大陆 现在科技这么方便 所以外国人很不习惯 你以为只是刷这样吗 不是 他刷之后 现在地方政府都缺钱 所以缺钱 他就可以清楚知道 每个人花多少钱 钱从哪里来 谁会给你的 他完全知道 你消费如果太多 你平常收入只有5000块人民币 你花3万 请交代清楚 你钱哪里来 我要收你的税 还要查你的财产不明 所以整个中国大陆 我这次去感受很清楚 哇 科技进步那么多 不是不方便而已 不是 我听的都冒冷汗了 而是他完全可以监控 这个国家 随时可以进行大动员 每一笔钱都清清楚楚 没有一个台商 没有一个外国商人 能够逃掉一毛钱 所以说 你这次在中国有个非常强的体验 第一个是你在作为的 机场啦 在国家的交通设施啦 你没有看到 坐高铁啊 没有任何外国人 第二个是 在中国 没有人超速了 没有人超速 没有人交通违规了 没有人 而且你的钱 也不管乱收钱 因为你的钱 只要财产不明 你在花钱的时候 马上就会被发现 或者是你没有缴税 台商现在非常怕 无险一斤 你没有缴足 他马上直接可以 从微信 就可以抓到你的钱 你的钱来路不明 一样马上就会被发现 东方大 那刚才讲的 雷蒙多跑到中国 刚才讲都拍了 跟李强拍了一个 两个人笑容可惧的照片 就没有想到一回去 就拔刀向下 而且现在中国 传得沸沸扬扬是 当时卓州淹大水 而卓州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万岁军 82集团军 飞机坦克大炮 居然也跟着淹水了 雷蒙多这次仿中 其实得到了 这个北京当局的 高度的重视跟期待 因为从今年开始 他等于说 开放 开始两国开始交流的 第一个确实是谁 是布林肯 布林肯结果被什么样的待遇 他自己走下来 没有红毯 然后找个司长去迎接他 对不对 中间还有一个克里 而且还坐在 协定的下位 然后再来比较有名的 就是叶伦去了 叶伦去了 也是一般般的这样子处理 也是派的人在这个 在那个飞机门 在那个一般的那个 机场门口去接他 所以 然后雷蒙多不一样 他这一次 这种正式的新闻 发稿 他前几次都说 我们双方议定 双方约定来访 就是我们 你要来 没有什么特别的 然后这次讲的时候 是中方邀请 特别有 他的新华社有发稿 说我是邀请 雷蒙多到北京来 而且用李翔 本身接待 这个规格非常高 他原因何在 所以他知道 但是他知道 这个是他一个 有机会 争取到比较好的条件 那有争取到吗 结果好像不怎么样 因为雷蒙多本身 他本身就是黑白狼军 因为所有杀的事情 都是他干的 所以雷蒙多是黑白狼军 黑白狼军嘛 你看钱 把人的失败就是外败的 对啊 他制裁也是他制裁的 对不对 他去 惩罚那些公司 都是他干的 所有的坏事都要一个人干的 所以这次他唯一他提到的东西 我觉得完全没有具体东西 但他有表态一个态度 就是态度上来讲的话 他希望 就是美国把美国对他所有的 传统产品的采购这些部分 他们不会有任何脱钩的可能性 那这个讲的不是废话吗 他统计的金额大概 七千多亿美金左右 但这个来讲的话 其实意义也不大 所以整个然后反而强调 就是说我对这个半导体 对你的惩罚 对 而且 军事方面的惩罚绝对不开放 对 而且这个 做非常强硬的态度展现出来 所以这到底什么意思呢 那去干什么呢 对不对 去的目的也没有真的达到 中方并没有达到他想要的东西 你看华尔街日报 今天 昨天今天有个非常长的文章 在分析整个到底中国经济 会不会怎么样来解决 这大问题 因为发现中国经济的问题 会影响全球的经济 结果发现是习近平 个人的意识形态的作祟 习近平他有人在形容他 他过去曾经经过文革时代 那个阶段 所以他认为说要 他要辛苦工作 他说这个美国式的经济 会养出一堆懒人 不上进 中国式的 大家要勤劳 你看上次在最近习近平的一篇 老的文章翻出来看的时候 他强调勤劳两个字 实力挑战不换肩 对 他是想要过去他的奋斗史 所以现在他的概念里面 对经济发展的概念 还是不赞成用所谓的刺激消费 或是增加福利 或是给现金来增加消费的方式 来触动经济 他不赞成这个方式 还是固执地用他的老代瓜 这个传统的想法 什么想法呢 就是GDP 就是用国家建设 要拯救国营事业 用建设投资的方式 来刺激国家GDP 那这个时候来讲 就是造成问题了 到底你现在中国 还需要什么建设啊 你搞到已经烂尾建设 一大堆了嘛 像这些云林的 云南 云南的这种 这种 半工大楼 半工大楼 都是全世界最漂亮的 这都是一些 不可思议的建设 浪费了一大堆的人民的工厂 结果这个国家 现在搞得怎么样 搞得现在国家也穷了 人民也穷了 然后紧跟着后面的方式 如果坚持不变 还是用这种所谓的 重建设 轻消费的方式来经营这个国家的话 这个国家未来会越来越辛苦 刚刚讲现在中国 有点内外交迫的味道 我们也刚刚讲到的 现在美国对他的封锁 完全没有松手 而现在出了一个很妙的画面 除了他这个所谓的 长沙医学院的学生 住在烂尾楼里面之外 他们养猪 中国人是吃猪肉 全世界最多的国家 他们居然连养猪社 都变成烂尾楼了 紫宝一哥是养猪大楼 因为大家讲说养猪场怎么会烂尾楼 养猪场就一层 没有没有 他们是养猪大楼 竟然发生烂尾楼 而且这个烂尾楼还不是公司 这本来养猪的 对 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就是在他的内部 来从外部看得更清楚 总共一二三四五六层 你说不对啊 很大啊 对不对 错了 他这个大楼原本至少大概多少 二十六层楼高 为什么 因为他要把所有株子 通过所谓的科技化的方法也好 一层一层的往上塞 然后饲料呢 也是用这种AI 电脑化系统 自动去把他们送 所以为了要规模经济 当然要到二十六层楼 做一个养猪大楼 但现在怎么样 浪尾了啊 所以你看到只剩下六层楼啊 而且这个 你现在看到这个是什么 原本它应该要长的 规模跟样子 这本来的样子 你看除了高科技 还有空调 有冷气 然后这个电脑监控 萤幕监控 然后每一层该吃多少 株子的状况 健康呢 通通掌握清楚 株还走电梯 当然啊 而且株不是走电梯 连他的饲料都走电梯 株吃的东西都走电梯 就现在变这个德性 变只有六层楼 然后株子盖也没盖好 只盖了一半呢 零食的跳票 那为什么 这个案子还是什么 湖北省呢 湖北省他说官方说 为了要这个百万株资计划 还特别花这个公家机关的钱 去给他赞助 结果现在呢 落成这个下场 结果人家跑去打电话说 问营造厂商 不好意思 宁波的电话号码空好 打电话去问这个 正邦养猪集团 宁波的电话号码空好 开什么玩笑 正邦是中国第二大养猪集团 而且到处都是烂尾 不只到处烂尾 我们刚才看到 还有盖六层楼 那个算什么 还算不错的 他还来到一个地方 一样又是正邦 四川热山 跑去四川白马镇 各位你看到说 这个一片这个泥土啊 烂地啊 这什么 不好意思 这是大楼地基 这个地方原本也是要盖养猪场 结果变成什么 变成是盖到零半 连大楼都还没盖起来 连地基都还没盖完 直接就浪费 当地民众还很神奇 说喂 当初你们强占我们这个地方 我还说 把这个地 然后说要租给你们 本来还期待说 给你们这个 做这个养猪场 我们也可以收租金 结果现在卡到这边 养猪场盖不成 租金拿不到 地也拿不回来 所以这些民众都讲说 你到底在弄什么 不对啊 中国民以食为天 你再怎么样 经济报应总要吃饭吧 而且中国又是全世界 租的最大消费国 你怎么连租都垮掉了呢 对 而且现在最严重的是什么 不只是租都垮掉 就是每一个做多少赔多少 甚至你卖越多租资 赔的越多 来跟我随便念一个数字好了 他现在前上半年的 这个十大养猪场 比如说第一个 牧原股份赔多少 赔27亿 然后第二个 温室股份赔多少 赔46亿 每个都是一来一去的赔 但是你说有一个状况 很奇怪 我们刚才讲的是赔钱的部分 但你看到租资出篮的状况 什么意思 就是我上半年 卖出了租的状况 不对啊 2018年像这个牧原卖1100万头 对不对 然后那个2019年1025万头 结果到了2022年 卖了6120万头 到了今年卖了3596万头 什么意思 数量越来越多啊 我们卖的猪越来越多啊 怎么赔钱呢 成本问题嘛 你卖越多赔越多 飼料 飼料问题 他们讲 你随便讲个数字 本来呢 飼料跟这个猪资比 大概6比1 如果到以下就通通都赔钱 结果他们现在呢 比例大概来多少 来到4.7 4.8 所以你知道 他们现在有多痛苦 全部卖多少赔多少 而且为什么会有这个状况 因为现在市面上充斥这种 大型养猪 大量养猪 规模经济 太多了 变成是 租一大堆 但吃的人 根本没有那么多 甚至连里面的员工有多惨 本来薪水 我当技术员 可能一个月一万二 现在被砍再砍 砍到只剩下 3500元 所以现在中国不只是整个 朱姿呈现一个烂尾头的状况 就连底层的员工 也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 另外就是 现在我刚刚讲 就是中美博弈 中美博弈 当然现在是全世界 最重要的主权力 而这个主权力 本来我们台湾 话关说 跨背小太 刚刚又没有关黑 可是现在不是哦 对 现在我们看到了 现在很多财经媒体都报道 第一个我们看到了 连南华早报都讲说 现在因为中美关系对抗 台商纷纷离开 台商纷纷离开 刚刚讲 我们在东莞 在昆山都离开了 还有财讯座的 中国内需不振 台商获利大缩水 多缩水呢 2022年台股六大 内需产业股 衰退超过九成 没错 上财讯座的报告是什么 他说举六大产业 水泥造子食品 餐饮百货 还有医美六大产业 在2019年的时候最高 从中国任列来说 有609亿 就到去年的时候 已经降到48亿 也就是说 只有高峰不到了 十分之一左右 你就知道说 衰退幅度非常大 这告诉你 中国经济真的不信 另外一个 有小台北支撑的 这个昆山 你看今天国外媒体 就报道了 南华早报就说 昆山的这个台商 大举的出走 所以告诉你 我们都说 中国经济对我们会不会影响 当然会有影响 我们的台商 还有我们非常多 到中国大会投资的这个企业 恐怕都会受到 非常严重的这个冲击 所以你说 我们的台商 在中国赚不到钱了 对 好 那我们就讲 这六大产业里面 我们譬如说讲台尼 台尼看 它在最高价来50块 它现在已经跌到 只有30块左右 雅尼也是一样 最高48块 现在跌到 约末只有30多块 融成是最指标 它过去有58块 现在跌到 约末是十几块 融成为什么会是指标呢 第一个 因为大家都去 这个越南布局 我们国内的职业 大部分到越南布局 它就反向它到中国去 因为什么 它说中国是个庞大的市场 所以我呢 我要去那边 中国布局什么 反押中国 对 中国什么 中国的内需市场 非常畅旺 阿里巴巴啦 那些什么淘宝 一大堆这个纸箱 我要去做 就没有 真的很好 它在201819年 当时多赞 保持人家 它最高股价52块 它融成 几乎是我们国内的 永丰与 跟其他纸业 总和的市值 还没有它大 就没有 它现在股价已经跌 跌下去 从高峰50几块 跌到剩下十几块 它反而是变成是 它现在的股价 是最惨的一家公司 所以 它本来是打骗天下 无敌手 可是现在成也中国 败也中国 对 没错 那像立英坊也是一样 立英坊过去一段时间 最高有50块 现在已经跌到10块以下 为什么 哎 你还说不对啊 你到那个地方 开那么多银额用品啊 中国不是在开放的山海啊 哇 当时股价大涨 现在照样给你跌回去 另外罗立芬 罗立芬是做什么 医美的 目前为止也都很惨 所以告诉你 医美也不行了 所有产业都告诉你 真的非常糟糕 就连食品业 是不是像现在 网品最近股价大涨 对不对 可以让他们老板说 中国这一块 我们未来可能要减少投资 我们要聚焦在台湾的投资 所以说很多参业业 都慢慢离开中国了 对 包包运气也是啊 他前一阵子才说 我在中国的投资 我完全不要了 因为大家想说 一定去中国会赚 没有 瓦城也是 那甚至价格也是 那甚至还有 中国本身的耐学的茶 他们非常重要的 他们的类似 他们的星巴克 股价都跌了 跌翻天的一个状况 好 那刚刚讲的 瓦城是一个指标 这一次采训 也特别点到他说 瓦城是从爆赚到大亏 他现在重压中国 变成了一个 产业巨变的重灾户 对 没错 我怎么这样说呢 你看 瓦城的这个董事长 这个郑英斌 保健壮 他事实上是 在最好的时候 人家说 果然这个年轻人接班 就是有冲进 他到中国去 插旗 中国所有市场的时候 甚至他还做什么 另外一件事 他在1992年的时候 他还买了这个 富春三居的 这个高尔夫球场的度假村 人家最好的时候 哇 这个变成是一个 非常好的这个 你还把它归类为 中国的这个 所谓资产概念股 就现在呢 因为股价完全暴跌 他把这个富春三居 给卖掉了 人家也不做了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他所认裂的损益 你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你看 这是中国的 他们自己本身的 这个损益表的这个状况 认裂中国 你看原本认裂中国 都是赚钱的 就让他这几年的时候 完全不能付了 赔钱的一个状况 所以也就是说 从最赚到最赔的一个情形 那当然这里面有包括说 像中美的贸易大战 诸多影响 但是无论如何 整个让 融成的股价 几乎是急转直下 几乎是腰斩的一个状况 就是你跟中国 绑太深的一个状况 好 那讲的 如果台湾要赚不到钱 或者在美国的压力下 你继续离开 首先讲东莞 现在是昆山 东莞昆山 这个两个台商聚集的地方 都大举撤离了 而且事实上如果你要说 台商最多在哪里 不是在东莞 最多是在昆山 为什么昆山 他们直接讲 我们30%的昆山的GDP 是台商创造的 70%到80%的 这个所谓投资 都是台商创造 所以台商是创造了昆山 繁华的最重要伙伴 结果你知道 从之前 从去年到现在为止 你知道多少台商走了吗 六合集团 他搬离了这个昆山 他往到越南去 那台湾的伟创 伟创把昆山的股票 这个工厂全部卖掉 卖给了这个力讯精密 那甚至还有金宝旗下 有一个叫力智电子 他也说 我把厂房卖给这个中国 我也退出了 甚至连我们台湾的中刚购 中刚购在昆山也有工厂 他也不要做了 甚至你看三星也是 然后包括说像 我们台湾的这个 这个所谓昆山的 这个琳达电厂 这个他也退出 在他这几年的时间里面 台商是络绎不绝 可以说是 赵嘎拉波 完全撤出昆山的一个状况 好 惠神 比长期吃泡石化彩页 如果讲了 台塑集团今年的业绩 其实不是很好看 也跟中国有关系吗 是 事实上 今年上半年 台塑集团四宝加起来 他们的获利 竟然衰退近九成 他也九成 怕死人 也少了九成 这个如果不是集团的 本身的营运状况 应该讲 就是家底够厚的 一个情况之下 竟然获利可以锐减九成 这是个非常惊人的 那最主要原因 应该也是跟中国 这个衰退有关 事实上我跟讲 台塑集团非常厉害 一件事情是 财讯在去年的一个 台商三十年的报导 当中的时候 台塑集团总裁王维渊 就已经说过 他说中国这块市场 没有以前那么的可考 然后甚至在2021 如果2021 我没记住 是2021年的时候 他们一下子 把本来要投资 中国的800亿元 加码投资的建设案 直接喊咖 就是因为 800亿台币吗 800亿台币喊咖 喊咖 直接喊咖 那为什么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当时美中贸易大战的情况之下 他们发现美国对中国的 这相关的制裁是完整的 短时间之内 看不到一个和缓的迹象 所以不敢再投资了 不敢再投资 所以在那个时间点 他们就觉得说 慢慢的把这个加码布局的重点 直接拉到美国去 所以以前台塑集团投资是 我在中国生产 生产完之后 他们下游相关制程的产品 可以销售到美国 但现在因为你销售到美国东西 要克到20到25%的关税之后 他们就直接 那与其一张 我还不如直接 就加码在美国的相关投资 然后再加码 从美国那边直接制成 最下游的产品 然后再从那边销售到 吃到美国市场 所以你就会发现 台塑集团像他们这样子的 一个跨国的企业 他对于哪一个地方 现在的一个经济的氛围 哪一个地方 现在的市场是蓬勃的 他们的嗅觉很高 而且中国现在产生 在中美贸易对抗的时候 刚刚讲你的内需不是在产吗 内需产以后 地方财政更产 地方财政产 它中国自己的媒体报道 它全国有70万个村庄 70万个村庄 它大概欠债9000亿人民币 9000亿人民币就将近 制造台币这么多 对 为什么 因为他们地方政府都猫起来 搞一些又贵又没有用的一些工程 比如说像你现在看到画面 它是牛郎之女的一个雕塑 那你心想说你曾经变成 那个牛郎之女雕塑 到底要干嘛 它是一个鲁山县 然后事实上呢 其实上就是他们这个地方 河南才刚脱皮的一个地方 结果呢 他们这个鲁山县竟然花了715万 也就是像 一个最近盖的 最近盖的 然后呢就打造了这个东西 又贵又丑 然后大家心想说 你到底弄这个要干嘛 媒体特别去问 这个鲁山的政府 就问他说 你请问一下 你当时评估的时候 你这个预期要带着 多少观光效益 还是你这个东西 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启发 你认为它可以创造 多少的经济效益 结果针对媒体所有的问题 连回答六个不知道 甚至还讲一个不清楚 然后心里讲说 你花了715万 对于媒体 或大家所关心的问题 六个不知道 一个不清楚 这3100万台币 对 那你到底 所以人家就现在很多 包括一些网友都心想说 真是莫名其妙 你这个715万的雕像 做这个到底 为了什么 而且不是只有这个 比比皆是 比比皆是 你现在看到画面的是 甘肃渝中县 另外一个 也是一个又贵又没有用的 大白项工程 投资这个吓死人 总投资进了9.52亿 盖什么的 市民公园 市民公园 对啊一个 你曾经不要花42亿 去盖一个市民公园 而且是甘肃 所以他们就后来发现说 真的是地方政府 其实很多的工程 后面 这个公园 对 42亿 42亿 然后想说 你甘肃讲说 说实在有 你有富裕到 要花40亿 去盖一个市民公园吗 那为什么 他们自己都怀疑说 是不是地方政府 从这个过程里面 你有一些钱 可以捞啊 所以假所谓的地方建设 创造市民的一个 休闲活动之谜 但事实上都是地方政府 大捞特捞 那你已经觉得很夸张 没有 越来越多 包括山西太原 有一个透明厕所 谁上厕所想给别人看啊 你为什么上厕所要透明厕所 厕所是透明的 对 那你这不是觉得很可怕吗 那你在这 透明厕所 那谁敢上 当然不敢啊 你搞不好拿个雨伞在里面 重点是你为什么上厕所 你也要用个透明厕所 而且造价不菲 59万人民币 花了200多万台币 莫名其妙 这个工程有必要吗 当然是没有必要 另外一个 他们现在砸钱花在哪里 现在美化田野 天哪 你没想到连这种农村啊 还要用一大堆的一些相关的 美化田野的这个东西 那你想说到底为什么要去做这样子 把它改成是迷彩幻灯秀 就有必要吗 到底 所以他们就讲到说 中国有太多类似的这种 又贵又没有必要的工程 还有包括哪里 像贵州 贵州我们大家都听到就知道了 你这是千勾万货 结果没想到 竟然盖了这么多条的高速平原 而这些高速平原 到现在目前为止 很多也都是几乎没有人行经啊 为什么 因为就没那么多人要去到那里 所以大家都会认为 你花了这么多钱 盖这些 除了职业 自己的地方政府 可以中保私囊刀之外 你到底目的何在 刚刚吴总讲了 他用民穷财困来形容中国 你说这是真的 因为刚刚讲 现在已经很多的村庄 真的没钱了 没钱就有算了 你没钱还乱花钱 你的病症就更严重了 是 现在中国面临到 所谓的小村欠大赛的问题 越来越严重 他们现在统计出来 有70万个小村庄 竟然欠了资金 高达9000亿人民币 这是非常大的金额 那你想说 到底是为什么会把这个钱 用在哪里 为什么小村庄会欠出 这么大的一个金额 他们现在陆陆续续 有很多光怪陆离了 比如说你说这个河南住马市的这个 是非常有趣 它是一个机场 这个机场整个机场的要盖 也不过才2.47亿人民币 结果它从2018年盖到现在 没钱 所以没有办法继续完工 这个机场 对 变烂尾楼 变烂尾楼就算了 它现在竟然还公布就说 我们要花3亿人民币 要买5000架的无人机 整个机场才2.4千亿 你都盖不完 你还要花3亿去买无人机 而且让人家觉得非常晃 没有一件事情是 你这个是机场 你买一个农业用的无人机 到底要干嘛 所以现在不知道 然后大家就想到说 而且你那个农业用的 无人机就是你随时都可以起降 你不需要跑道 那你干嘛因为了这个机场 你要去搞无人机 所以他们就讲到说 请问一下你这个机场 跟无人机的关键 的连结性是什么 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知道 但是就有一个这样的公文 我们这个地方政府 要花了3亿人民币 来买这个无人机 而且5千架 然后心想说 你光操作那个无人机 每一家大概就三个人 你整个村庄有这么多人 会动无人机吗 所以就让人家觉得说 中国这一种 很多的莫名其妙的工程 事实上 或者是很多的支柱 根本不是为了人民而着想 而是为了方便这些领导 欧世用的 对 那另外一个 也一样让人家觉得 提效皆非的另外案子上面 河南的鲁山县 你现在看到的画面上 它就是一个河南 牛郎之女的一个雕塑 然后花了7.1 715万人民币 而且呢 3000万台币 对 而且它6月15号 就是开始公开招标 7月大概20号左右 然后就是弄一个这个标案 然后人家就心想说 不对啊 你这个东西好像跟那个 湘江那一部分 有一个什么湘女之神的 一个感觉很像 你是不是copy人家的 那不管你是不是copy人家的 关键点是在于 你这个鲁山县 两年前才开始脱贫 那你两年前脱贫而已 你现在为什么要搞一个 3000万台币的 这是一个穷地方 非常穷的一个穷地方 所以人家讲说 你这样子不是很奇怪吗 所以就有地方的那个 电视台 就去问这个地方政府 就问他说 请问一下 你当时弄这个的时候 你有经过相关的评估吗 你有去评估过 可以对来多少的观光效益吗 你有去说这个 到底它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吗 问了他六个问题 六个问题答案都是 不知道问第七个问题 他就直接插你的叉叉 然后就挂电话 所以让人家觉得说 这个很奇怪 你这个地方政府 不能乱记者问的 一问就跟人家的叉叉 而且这关键是刚刚讲的 在河南 我们这边讲 在湖南长沙 你的医学院 医学院居然是烂尾楼 医学院烂尾楼 那都是天资胶子 那是全中国最好的 这个顶线的人才 居然住在 上面住宿舍 下面都是垃圾堆 而且你的这个磁砖 还掉下来 还掉下来 砸到一个人 砸到一个人 还送到ICU 差点死掉 这个更夸张 河南安阳一个女生宿舍 当我们看到画片 吓死了 一个宿舍里面 这个房间里面 住了116个人 监狱都没有这么几吧 对 实在是太夸张了 今天住了116个人 然后因为实在是 住太多人 后来他们就 赶快全移之计怎么样 他就把 这一个宿舍 对 这根本是 你说是监狱 我也都信了 你知道吗 今天没有住的 比监狱好多少 结果他们到最后想说 是这样的 那好 没办法 因为实在是住太多人 这个人流都没那么多走 结果他们就觉得 好 那我们就把图书馆 大厅直接改成一个住宿 然后就来分担这个人 所以你就会觉得说 怎么穷 穷也不能穷孩子 穷也不能穷教育 结果你怎么会搞成这样 然后你把钱 到底用去哪里了 他们就想说 没有办法 这个没有钱 我们这个是安阳 穷地方 不是 但是你很多地方 都有一些莫名其妙的 一些工程 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个钱 拿来好好让这个年轻的学子 有一个好的一个宿舍环境呢 所以这就是规矩的到一个重点 因为中国的很多地方建设 根本从头到尾 不是为人民着想 而是方便领导 O.C的 然后另外一个 也是让人家觉得 快笑掉大眼 他们就说呢 我们现在河南 记得到河南 就是从这边看到 现在影片上的 它就是一个叫金水河道 这个河道总共有22公里 之前两三年前 因为一个大水啊 台风啊 所以把他这个河道 很多地方都弄坏了 结果他们现在 你知道怎么样吗 他竟然要花台币 大概三四亿 你知道要干嘛吗 竟然要给河道贴磁砖 然后大理石磁砖 为什么要贴大理石磁砖 我跟你讲 讲得很好听 然后没有 我告诉你 这个河道如果弄大理石磁砖 那个磁砖 有一个相关的 可以让水流 不用弄得那么贪急 所以它是有效地 可以去化相关的水流的一个 不会让这个水造成太大的影响 一起去弄杂 就没有人听得懂 他到底在讲什么 他说不重要 我的知识告诉我 你用了大理石 你的水流不是更快吗 对 水流不是更快 你造成的冲击不是更大吗 没有 他告诉你 金水河若遇到一百年一遇的洪水 洪水流速在每秒二到三米之间 采用花钢盐的利面 可以阻断该流速的冲刷 我现在念的都是他们官方的说法 所以你想东方说真的是 他们的那个只要三十四亿 把钱弄在帮河道贴大理石 他们就说我们现在是杜拜吗 我们现在是靠挖油 就可以赚钱的地方吗 我们是个穷乡屁囊的地方 你也会不会太奢华了一点 但不管 就是首康首庞一直在乱花钱 你现在看到这个牌坊 要价两百万 你现在另外一个牌坊 要价四十万 你另外一个地方 这都是人民币 全部都人民币 还有你看烂得要死的一个栅栏 要九十三万 就这个栅栏要九十三万 九十三万也要四百万 所以你就是会发现说 中国为什么小村庄会欠大钱 就是因为类似的这种 没有用的工程太多了 对吧 你说这次你要非常注意的 雷蒙多这个讲话 虽然到了中国 被中国的小粉红哭售 说你是来帮我们代言 这个华为的新手机的 可是刚刚讲的 雷蒙多回到了美国 讲的话非常的重 他说我们还有很多的大棒子 而且我是非常严肃果决 明确地告诉中国美国的这些疑虑 代表我没有要继续跟你 我没有要跟你和好 而且我对你的制裁 还是继续要在持续成战中 而且我对你还是继续观察 你说雷蒙多的讲话 竟然跟习近平不去 不去这个G20 跟习近平现在的作为有关联 对 没错 这个雷蒙多 他本身是商务部部长 其实我们看拜登的内阁当中 讲话比较中立一点的 其实是雷蒙多 他常常有时候对中国的讲话 还有一些客气一点 但是连他讲话 都变得那么的激烈的情况之下 代表什么意思呢 美国打中国打定了 而且力道还有他的深度 的确会在雷蒙多回美国之后 会更加深刻 那你看到这个问题 习近平在面对美国 这个强大的压力的情况之下 现在G20他不去了 然后APEC也传闻他 可能不去美国加州 所举办的这个APEC的高峰会议 这什么意思呢 就说如果你美国 真的要跟我这样玩的话 没关系我中国可以跟你这样玩 也就是说你今天对我打压 我就采取闭关自首 闭关自首 闭关自首又回海了 你不是开大门走大陆 你不是狭路相逢勇者胜 既然是狭路相逢勇者胜 我要跟你走在狭路上 问题是他没有能力 没有能力 他现在没有能力可以跟美国 直接面对面对对干 你看到以前 所以我就闭关自首了 你看他曾经讲过中国制造2025 到现在这两三年内 你有听到有谁在讲中国制造2025 所以你看到中国他自己 自己知道跟美国其实还有一段差距 但是这个差距当美国大棒打下来的时候 我如果跟你应声的话 中国也会垮掉 但是中国他有一个思维是什么东西 说我能多 我全世界有一个规模经济在这里 然后你未来 我吃草根都能活 而且我很多中国人都有存款的 所以中国他现在老神在在 说没关系反正你来打我 那我就也这样过火啊 我用不了所谓的5G 我用4G 我用3G还可以吧 那么很阿Q吗 对啊 慢慢来就好了 为什么一定要跟你配合这个5G呢 然后没关系 你这样做就这样 我以后再偷你的技术 再窃取你的技术 再买你的东西 就好了 等你做完之后 我等哪一天有钱 我就跟你买过来就好了嘛 所以其实中国他有一种观念 很奇怪 就是说仗着人多 人多失重的感觉 然后我就说 这闭关自首 你有一天会来要求我 所以现在习近平他要做的事情什么东西 我就是故意叮你 我就是不去参加这些峰会 然后看你们到时候 会不会对中国非常在意 如果在意的话 我再用这些东西来筹码 来跟你谈判 最近在中国 有一个贴图 非常有意思 这是谁贴的 就是花样集团 花样集团就是中国非常大的一个房地产集团 花样集团里面 他的富人叫曾宝宝 刚刚讲他跟军方关系非常好 他发了一些公司债 发了公司债了以后 到底要还吗 你的利息要付嘛 你的利息要付的时候 人家还没有到啊 人家打电话说 你的利息要不要付啊 你的利息有没有问题啊 你的利息怎样 他没有讲话 他没有回答 他贴了一张图 什么图呢 猫在猫杀上大便 然后下面一句话 我在拉屎 不回答 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当我欠你钱 欠到你发现 我如果不还你钱 你会倒的情况之下的话 是你要跟我跪地求牢 不是我要跟你跪地求牢 不是 你是外在 你是牵涉到你的债性 你现在欠外国人在 你都不在乎了吗 我不在乎啊 不在乎了 我不还啊 不然怎么样 你能拿我怎么样 你要怎么样 我都给你争效 不然你怎么办 现在整个中国 对于全世界 这相关的金融单位 真的就展现出这种 无赖耍赖皮的情况 所以真的像提会讲的 我应该要闭关自首了 我闭关自首 我就不跟你外面打交道 我不跟外面打交道 我才不在乎你们了 我完全不在乎啊 你们那一道对我来讲 一点都没这种 而且你要知道哦 你现在借我这么多钱哦 我不还你哦 我不会倒啊 你会倒 所以现在这些人造 这些所有外国的投资机构 巴结他们到什么地步 你知道吗 我快笑死了 他就说 我们现在每天都要找他们吃饭 我们每天都要从彭消侧击 听到说 现在到的情况怎么样 因为他们现在所有消息 全部都盖牌 你问他们说 不是你们现在好像已经 已经有些讯息传出来 比如说像这个瑞士 荣澳银行的 他这一个亚洲固定收益的 这个主管哦 巴甲吉哦 他就说 我之前都听到 有一些相关的讯息啊 我就问他 我说你们这状况怎么样啊 结果呢 这个万达集团就跟我说 没有没有没有 everything is ok fine 然后就是说 事情都很好 没有不用担心 没有这些 没有导致问题 几天之后 就突然发现 有一些债权银行公 哎 他们现在缺口 两亿美元 两亿美元 结果后来 你没有看到 他们这个 那个万达 他们相关的一个 债券的一个价格 就因为这个讯息 马上就崩点 因为你已经传出来 快要倒债了 然后他们就很担心 又一直跟他们联络 有时候有打通 有时候没打通 反正讲话 他们只要提起电话 就说你不用担心 没有这些事 所以这不是单一事件 对 这是中国现在 房地产的普遍 因为中国房地产 发了很多外债 结果刚才讲的 不但是花样年 拒绝债务 结果人家打电话 问你的我状况 他居然给我放了一张 猫在拉屎的照片 说我在拉屎 连万达也是这样 碧桂园也是这样子 都是这样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 是一样持有万达 债券的LGT的银行 他这个组合经理 他就说 他说现在市场上 一大堆令人不安的消息 最奇怪的一些事情是 总有人比我们 更早要知道 他们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那我们听到了讯息之后 我们总要去问清楚 结果呢 他们又说 哎呀没有 你天天都不是啊 然后隔几天又没事 没事市场又串出这些信息 他说搞得我们 必须每天照三餐 刚打电话请安 因为想要知道 最其实的新闻 所以他们就说 现在真的完全不是 个正常的现象 因为照理来说 市场上有这么多的讯息 会对你长成很大波动 很大波动一样 对你的公司的债券来讲 也就不好啊 在他们现在感觉上 中国没在怕 没在疼 整个人就会认为 我就是要倒战 我就是给你争效 不然你是要怎么样 好那另外就是讲到的 现在这个人 潘公胜 潘公胜在7月25号 接任了人民银行的行长 这个人就讲 他是中国的 这个时候非常强的银派 他说对于外国的债务 他想还就还 不想还就不还了 你知道吗 现在看起来 那个潘公胜 他是一个扮演什么角色 关门的 关门 他专门在关门的 为什么呢 2015年2016年的时候 那时候曾经发生过 所谓的金融政变了 什么意思 就是开始 大家狂卖 这些中国相关的一些资产 所以导致人民币的狂跌 就那时候呢 其实呢 这个新的潘公胜 他那时候就是副行长 而且他扮演另外一个角色 就是外汇局的局长 而且他在外汇局长长达8年时间 他那时候做什么事情 他那时候竟然动用了将近1兆美元 然后不对去买中国的 他们这个人民币的相关的资产 就是要把这个人民币的资产 拱住那个价钱 不能让他贬值 不能让他整个一泄千里 然后第二件事情 他怎么样 他关了境外人民币的 一个交汇的一个窗口 换句话说 你在国外 没有办法结会 没有办法结会 没有办法买卖我人民币 所以你就减少了 去大卖我人民币的可能性 第三件事情 他做一些什么事情 他让所有的这些 在中国投资外的这些投资人 外国投资人 你们要把钱汇到国外去 非常困难 然后他就说 你可以终止你在中国投资 但是你要把中国这边的投资 要汇到国外去休想 所以他就弄了很多的门门凯 所以他们导致 他们后来就开会 就在讲说 我们这些投资者 自称中国是我们的加州旅馆 加州旅馆是什么意思 你可以退房 但你永远没有办法离开 就跟鬼屋一样 是哦 你可以退房 但你永远没有办法离开 加州旅馆的意思是 你可以退房 但永远不能离开 加州旅馆的 鬼屋 对 对 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在那边退房 但你永远没有办法离开 所以就是显现出说 这个人专门扮演着 这一个 就是跟世界断钩 完全没有要跟他 开门进行交流角色 所以以前潘工胜 在执行很多政策的时候 他就完全 不在乎国际的规则 也不在乎外国人的想法 他只在乎中国人的利益 对 你知道他手上处理了多少的地雷吗 包括安邦集团 包括明天夕的肖建华 还有包括华欣那个叶简明 每一个都是好几兆的一个炸弹 结果中国有出事吗 没有 没有出事 所以现在只是这相关的违约战 是弄到了国外去 所以他一样就是耍赖 当老赖 那现在就看着 我中国就是不履债 那不然你要拿我怎么办 另外现在传出一个非常疯狂的消息 中国疯狂抛售了4811亿的美债 然后呢 他大量的收购黄金储备 对而且你知道 这个看起来那个收购量 真的是非常惊人 而且这个讯息是哪里出来 是佛州的一个金属交易中心 相关的出来的讯息 他就说 其实发现几件事情不太对劲 第一件事情 中国开始狂售 4810亿美元的美国的国债 我们都知道 美国国债的第一大持有国 其实就是中国 但是现在竟然卖了这么多 4800亿 对为什么卖了这么多 他们就说 因为他们把美元卖掉之后 拿来转进买黄金 而且根据他们原本 他美元储备是一直往下降 一直往下降 然后本来根据官方 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 他们的这个黄金的一个储备量 大概是2113公顿 但没有想到根据这个 他们这个市场 就美国这边的黄金分析师说 不 他现在至少持有的量 应该高达5029公顿 你知道吗 全世界的持有黄金最大 当然就美国就超过8000顿 第二大根据官方统计资料 是德国 是大概2000公顿 但现在5000 5000公顿 所以现在就代表着 其实中国过去这几年来 压死划水 慢慢慢慢 他们说光是2023年的前六个月 中国央行就已经买了 353公顿的黄金 那现在问题来了 他买这么多黄金 目的何灾 而且为什么要秘密持有 秘而不宣 所以就显现出 感觉上中国好像在为 整个关门 跟世界脱钩进行相关准备